欢迎收看,今天分享的设计师是赫尔曼·扎布弗 赫尔曼·扎布弗是早期数字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拍板家之一 他的职业生涯跨越了热金属组合的绘坊岁月直到苹果的崛起 他的作品继续以多种不同的方式激励着当今的视觉语言 你仍然可以在很多设计中看到他最著名的两种字体 帕拉蒂罗和阿布科伦比 赫尔曼·扎布弗于1918年11月8日出生在德国的历史名镇牛伦堡 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被信技术迷住了 他创造了一个秘密密码 他把它描述为日尔曼·扶文和希里尔与之间的某种交叉 通过这个秘密密码,他可以把信息传递给他的兄弟 由于纳粹主义对其工会主义父亲的怀疑 赫尔曼·扎布弗无法进入大学 1935年,他在德国字体设计师鲁道夫科班的工作室工作 并成为一片照片润色室 之后扎布弗搬到了法兰克福 他与一些铸造厂合作 并于1938年创建了他的第一款字体 吉尔根加特 二战后,他回到德国 成为斯坦佩尔印刷厂的艺术主管 从事教学和书籍设计 在此期间,扎布弗了解到计算机在未来的视觉交流中将会越来越重要 他在这个领域尝试了很多次 但结果却令人感到沮丧 在当时的德国 他甚至受到一些学术重疗的斥责 称之为疯狂 从20世纪60年代 他开始在美国度过越来越多的时间 1977年至1987年 这十年期间 扎布弗是罗切斯特理工学院的印刷计算机编程教授 20世纪80年代中期 他遇到了Steven Jobs 这位苹果大亨选择了扎布弗设计的字体 Palo Dillo和Dimbart 于是就有了现在我们使用电脑时 所用到的字体文本安装程序 赫尔曼扎布弗绝对是一名多产的字体设计师 在他50多年的字体设计生涯中 一共设计了200多套字体 他的才华对新技术的远见桌式 以及他在排版设计和字体设计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深深地影响着整个世界文化设计领域的发展精神 扎布弗的相关资料我将放在下方描述栏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查看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分享到这 有任何想法欢迎留言 喜欢的话请点赞并订阅 我是杨子 我们下期见